大家好,我是Panel蛋和Mao,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17年第42週,這個星期首先講講上個星期直播時候玩的遊戲,照例 第一隻是Submerge,這隻遊戲都買了很久了 在之前那次Steam Sale期間買的,都忘記了是暑假還是復活節 應該是復活節減價了那次已經 有些我還沒開過來玩的 這隻Submerge是第三新的動作冒險遊戲 動作的部分應該限於探索 因為我玩了遊戲整個小時,聽過看過一些介紹和評價 或者遊戲應該是沒有戰鬥的,所以熱愛和平 或者不想經常玩打打殺殺的遊戲 或者不想被怪物追,甚至是年輕的玩家 父母什麼的家長,希望他不要玩打殺殺的遊戲 這隻其實挺適合的 這隻遊戲發生在一個似乎又是末世 又是水世界,周圍都水浸了 似乎都是一個文明的崩壞的時候 因為看到周圍有很多建築物留在那裡 似乎有些之前的文明的痕跡 那你控制的一個女主角呢 就帶著一個似乎是受了傷的弟弟 不知道在哪裡來到這裡 帶著受傷的弟弟,找到一個落腳點給她 安頓了下來 那姐姐就四處找一些物資回來 去醫治弟弟,保護她 也要喝喝吃吃吃 不知道那些物資是在哪裡來的 感覺上有點像是空降的物資 但如果有人空降物資來這裡 那就是說這個世界還有其他地方 不知道是怎樣 我們暫時還沒有理解到那個故事 但簡單來說,每一關可以稱之為 每一部分就是控制的姐姐搭一隻小艇 去其他建築物 跟著就爬上那個建築物最高處 就會找到一些物資 其實爬上那個大廈頂去找物資 就不困難 但每一個建築物都會有一些秘密的東西 這些秘密的東西就收得比那個物資更加賣 如果你要找到一條路 找到一條路去拿出這些秘密 會困難過你就拿出一條物資回家就算 而這些秘密基本上就會解釋到一些圖畫 這些圖畫會解釋世界之前是怎樣 或是發生了什麼事 而這些圖畫上每一張都有 大部分都有幾隻奇怪的文字 這些文字其實經過我們好朋友Arquis 專門研究這些拆解 他們基本上是半個Hacker 又或者半個偵探 他們拆解這些文字可以對應英文 對應英文也不是太難理解 也基本上是解釋那張圖是什麼 我們甚至覺得看那張圖是異名過的英文字 因為英文字只有四個字 就要解釋整張圖畫 很多時候它會變得很簡短很簡短的 你要猜猜猜猜猜猜猜它在寫什麼 除了這些攀排的大廈之外 也有一些地標你經過就會有一張圖 有些介紹也會在這個世界上遇到一些很大條的魚 有些魔鬼魚、一些小魚 我都還沒有遇到這些可以遇到的東西 最特別是似乎有一些類似人類的東西在生活中 我們走走走走走 總會在轉彎抹角位 就看到一些好像全身布滿青苔 好像浸了一個水很久的人 他們似乎也都不見得是會對我 有什麼侵略性 很多時候他們看到我之後就會跑去跳回到水 而其實隨著我們遊戲發展 似乎家姐的身子到處走得多 都開始生出灰灰綠綠的東西 所以我感覺上 到救了弟弟之後 家姐都會變成一些不知稱之為什麼的人 可能反而是適合在這個水世界生活的人 就好像以前的未來水世界一樣 周圍被水浸完之後 人類反而慢慢叫做 退飯叫做進化 變成適合在水生活有塞有成這樣 那這遊戲其實就很簡單 也可以說是很重複 因為你出身去都是不斷攀爬爬爬爬爬爬的 一邊玩下去當然會有些其他不同的東西 有時會在一間大廈 經過一條鋼藍飛索 吊索 就滑過另一間 會有多一點其他元素 但由於沒有戰鬥啊 沒有升級的 什麼都沒有 所以一開始你玩到的東西 基本上都大致是這樣的 比較特別是 它沒有一個第一關第二關這樣下 其實地圖一開始 你就已經可以駕駛艇去到最遠的地方 由最遠的大廈開始做起 劇情雖然是你一開始就會找到藥物 然後可能找食物 找水 但其實就沒有說你這間大廈一定會找到藥物 總之是你第一間去拿那個就會拿到藥物 那麼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你那些大廈 其實會容易一些 最遠的大廈會越來越困難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完全不去搞這些東西 就這樣拿一隻艇 就搜索了整個地圖 開出來才也可以 相比起一些一關一關 設定了你要這樣做這樣做的遊戲 這種自由度又有一定的新鮮感 但是如果你說 玩開打打殺殺的遊戲 這隻遊戲相對地就可能不太刺激 未必可以吸引到 呃 慣常這樣的玩家去完成這隻遊戲 不過我看來這隻遊戲也不是很長 儘管看看會不會玩完它 那上個星期第二隻玩了的遊戲 同樣是第三新的動作 你可以說 就是Hitman 那麼再說一次 也是比這些遊戲系列玩死的 近年很多的所謂reboot 就是整個系列我們重新來過 放下以前的包袱 從頭做一次 即不是一定要重複之前 那隻不是remaster 不是用原本的遊戲 可以更新的畫面 更新的畫面 那些就稱之為remaster reboot 就是用一個全新的角度 去到重新 啟動 重新去開始這個系列 那麼之前呢 Tomb Raider做過這件事 又是出出一下 不知道Tomb Raider 第幾代之後 出了一隻叫做Tomb Raider 或者 Tomb Raider 不記得叫什麼 總之就沒有1 2 3 4 扔在後面 那麼Hitman也都類似 之前Hitman 1 2 3之後 就有Absolution 已經沒有了數字在後面 然後又回來這隻 就這樣叫做Hitman 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叫做Hitman的Camp 那麼這隻Hitman裡面 其實我玩法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依然是控制Agent 47 走去殺人 做殺手 當然是殺人的 是不是 那麼我一直沒有跟進 開Hitman的故事 我都在這次試玩 開頭不是看得很清楚 究竟我們為什麼 一開始又要進行一些訓練 究竟是說回 47 剛剛入行的時候的事啊 還是他隱性埋名組啊 還是怎樣加入了另一個組織啊 這樣 但是簡單來說 我們當日的試玩版 其實只可以玩到訓練那部分 和一個所謂的測驗 完成了這兩度 真的出去做任務的 就要額外買了 這隻Hitman其實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 是所謂episodic的 即是他 不是好像之前那麼多隻Hitman 一買就整個遊戲十關八關 是一關一關 每一個地區 就以一個章節 你可以分開購買 但是當然 現在忘記了五個章節 都已經出了 你可以一個合菌 一次過買完 也可以 而每一個地區 例如巴黎 一個任務 其實就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我們在那個訓練的任務 和一個測驗的任務 當然有些提示 叫你這樣玩 這樣玩 跟著他的指引 也都很輕鬆地完成了 但是後來看 原來有些achievement 有些challenge的東西 有些挑戰 其實你在這兩個 這麼基本的關卡裡面 已經可以 回去重玩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完成任務 有其他東西可以讓你做的 但是由於試玩當晚 第二次回去重玩的時候 多手走去 側了一個 有一個 普通的乘客 普通的路人甲一鎚 搞到所有人都驚動了 結果做不到什麼 都是鑑粗來殺了目標 然後逃走 但如果你真的小心去玩 其實這遊戲 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暗殺你的目標 最簡單當然 就是這樣 埋身 用刀刺去也好 開槍也好 甚至遠距離 找Sniper Rifle打擊也好 但是隨著你 在過程中 一直留意這個人 可能聽到一些對話 會知道他下一步會去哪裡 或者聽到其他人的對話 會洩漏一些情報 其實你會找到一個 在場景裡 有其他殺他的機會 好像一開始是遊艇 我已經猜到 應該他有機會 在酒裡下毒 因為他會去喝酒 也在二樓找到一些 可以撬爛一些 船上的設施 人家打死他 不過我玩的時候 才打他不中 所以比較失敗 所以這一代Hitman 其實遊戲性 主要來自同一個關卡 你重玩多幾次 找多些不同的方法 去完成這個任務 因為其實關卡 好像不是太多 而且文說 當你重玩關卡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機會 你殺的目標 不是同一個人的 可能有些其他的合約 其他的合同 就用一些另類的玩法 去殺其他目標 都是啦 簡單來說 地圖就設定在這裡 但遊戲性主要是來自 你用不同方法 去重玩一個地圖 可以看到一些之前看不到的東西 看到一些之前看不到的死法 正如那個試玩版 雖然只有兩個小小的關卡 但你其實 如果不是重玩的話 我想起碼有 每個地圖 都有四五種可以殺去的方法 都不出奇 但遊戲暫時都比較貴 就算減了價 都好像百幾二百元 所以在禁不缺遊戲的情況下 暫時都沒有再買去 也挺搞笑的 直播那晚我說 都不錯的 看下一次減價 會不會再買去 怎知道說完之後 不知道之後的一日 還是兩日 就真的減價 不知道是Square Enix 還是什麼的 Publisher 的遊戲全部減價 但我看來好像都要 接近二百元 所以就 忍一忍一忍 等它再跌價 應該會 完成了 好了 今個禮拜最後要說 當然就是新買新玩新系列的 Shadow of War 我差點又說了 Shadow of Mordor 出了兩集 暫時已經 未看的 可以去看一下 看看這遊戲 會不會覺得適合你 如果以前看過 Shadow of Mordor 其實就應該很熟行檔 因為這隻Shadow of Mordor 的續集 就 玩法 架構 其實跟Shadow of Mordor 很接近 當然 應該每一個部分 每一方面 都有升級 最大明顯的升級 我想要說 那些獸人 那些獸人 你可以殺 或者可以去操縱的隊長 就多了很多不同的屬性 也多了所謂不同的部落 來自不同部落的獸人 其實他會有些 使用的武器 會有些不同的 那 除此之外 那些獸人 和獸人之間的爭鬥 或者你可以挑撥離間 或者可以安排的東西 比上一代更加多 但是暫時 我當然玩了 那小小部分 就沒有那麼多 可以做 我甚至 還未可以 brand到他們 還未可以控制到他們 令 我們 滲透那個 這個獸人的權力架構 都沒有做到這個 但是 就算說回我們戰鬥部分 Telian的技能 天賦 一些特別的攻擊技 可以用的武器 各樣東西 其實都比上一代多了 我看他的技能數 都比上一代複雜了 那關於這遊戲 玩樂的東西 我們隨著我的新系列 這個 《未影之易集》 一個不太順口的名字 那裡 我們慢慢去發掘 在這裡 不如說說這遊戲 其實我就 一直都有想著玩的 因為都預計 它是一個質素不錯的遊戲 也挺喜歡這個系列 但其實這遊戲出之前 都挺滿城風雨的 鬧得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遊戲的新聞 就可能未必知道 首先這遊戲上一代 其實是簡簡單單的單機遊戲 買一隻遊戲 雖然有些DLC 加多些內容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這一代也會有DLC 有一些 嗯 多些部落 以及會有一些故事性的DLC 但我其實 我就買了一個基本版 所以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那這一代 它也都加入了一個 少少 不可以叫PVP的模式 但可以說是 起碼是一個 Online的部分 這個Online的部分 其實當你玩到後期一點 你可以組織自己的獸人軍團的時候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城堡之類的 你是需要用你的獸人軍團 去到保護這個城堡 其他玩家就可以入侵你這個城堡 如果你玩一個Online的 就是一個計分的模式 而當他們來入侵你的城堡的時候 殺了獸人的將領 那些獸人將領就會死掉 是一些消耗品來的 而這遊戲就加入了一個 雙城 或者所謂的課金的系統 你就可以買一些Loot Box 一些寶箱 這些寶箱開出來 一來會有機會開到這些獸人 開一些厲害的獸人 令敵人更難入侵你的城堡 亦都會開到一些武器 防具那些東西 就會讓你在單機的故事模式 又可以用 或者我不知道你的Online模式是怎樣用 不太清楚 但是由於這些寶箱開出來 是什麼呢 其實你不知道的 不是百分百肯定的 可能會指明了金寶箱 就會有一定質素的寶物 但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你最想要的東西 所以有少少賭博成份 在這裡 加上你說那些獸人 如果是消耗品的話 即是你死了又要再添加的話 當然有一個長買長有 長有需要你繼續買的誘因 在這裡 作為一隻已經是正價 即是60元美金 以美金來說 正價遊戲還要再買一些Loot Box 令到很多玩家不滿 而更大的問題 就是文說這遊戲有一個真正的Ending 在這個故事完結之後 你如果不買這些寶箱 你要花很多時間去慢慢摸 不知道你要儲些什麼 經驗值也好 錢也好 獸人也好 裝備也好 總之就是說 如果你不買箱的話 你就要花更加長 一個頗為麻煩 頗為長的時間 才可以看到真正的結局 那這個呢 容後到我們真的玩到那個階段 才再深究 那這裡是其中一個問題 其二一個問題就是 嗯 這遊戲呢 製作期間呢 有一個 製作團隊的人 我忘了是程式設計員 還是什麼 死了的不幸 那他死了之後呢 那個公司呢 為了紀念他呢 就出了一個特別的DLC 那這個DLC呢 就會將這個 製作人員呢 就變成了一個英雄 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有機會會出來幫你手啊 隨機突然之間 你跟那些 仇人將領打的時候 他會有機會出來幫你的 那這個DLC呢 原本就要賣五美金 但是他們呢 會說 忘了把三元 兩元的收益呢 就會捐給他的家人 那樣的 原本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做一些善事啊 接濟人家人啊 但是為什麼不是全數去這樣呢 那些人都已經是其中一個問題啦 覺得你是不是發生死人財啊 那樣呢 那更加大的問題呢 是後來他們發現呢 在那些細節條款那裏呢 就是說 這個撥捐的這個部分呢 只是在美國某一些州份通行而已 而其他在世界各地賣的這個DLC的錢呢 就不會捐得到給這個家人的 那他們的說法就是因為限於 美國不同的州份 和全球那些 呃 這些叫什麼 慈善 作為慈善用途的 資金 那些法例啊 不同啊 那比較吵架 所以就只可以在某些州份上做 那啊 那又再一步 再更加惹來別人的不滿啦 原來我想著去買這個DLC是可以摺制到別人家人的 原來但是在其他世界各地 好像我們在香港買的 經過Steam那樣買 是那些錢去不到他手的 原來都是下了你那個 發紅箱啊 那樣的那些 那有東西來滿城風雨 那以我所知呢 經過多方的壓力啊之後呢 其實他現在這個DLC好像變了 全部都是免費的 基本上不用錢的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結果都是說 就是把那部分的錢捐給他家人啊 還是怎樣 我沒有去再探討這件事 最後是一個什麼發展啊 那由於這種種原因呢 就令我 就是買之前呢 都 有點卻步 那樣 究竟買不買好呢 要不要這麼早買呢 還是要減價才買呢 那樣 但是最後呢 其實我是預購了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隻遊戲出之前 我想過人禮拜 我發現 原來這隻遊戲在某些網站買呢 有些預購有些優惠啊 那啊 其中 起初看到 Aberno Star呢 就有好像25% 還是20%的優惠 那啊 但是呢 他又突然送了一個Code給我呢 好像可以 到他去到30%還是怎樣 忘記了多少了 但是我後來就發現 我已經錯過了那個Code 那麼 只有一個 不知道10%還是怎樣 我覺得那不是差很遠 那就算了 等下先 那啊 再之後呢 又在一個叫做GMG Greenman Gaming的網站 發現他有15% 但是又好像再加上一個Code 就好像不知 不知谷到30%還是35% 我覺得數字 總之就頗為底啦 我覺得 那啊 那時候我在考慮究竟要不要買 我甚至考慮 咦 你的遊戲 原價越貴 你減得越多 就好像 省得越多 那樣 我在考慮要不要買 銀的版本 金的版本 當然什麼都有齊 銀的版本 就會加 那兩個 多些種族 多兩個獸人的種族 金的版本 除了這個 之後呢 就會再加一些Lootbox 還有兩個故事 有故事成份的DLC 我不知道 那兩個DLC 應該是玩完整個遊戲之後才開始玩 還是中途可以玩 還是怎樣 沒有去研究過 但是呢 後來我發現GMG那裡 那個特別 再加強優惠的Code 就不適用於金版的 最多只有用到銀版的 那我 之前想後就覺得銀版 那麼多兩個種族 都好像不太重要 結果呢 我最後是買了基本版的 大概310元左右 都叫做 比Steam買便宜了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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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誰不知呢 在我淋出之前一兩天 死人Bundle Star 又再發Email出來 又有 再給多一次之前的Code 而這個Code 甚至可以用在金版那裡 那 金版呢 我記憶中 截實了 好像是500多 會變成 那 如果在Steam直接買金版 完全沒有減的情況 好像是700多 那都減了頗多一下 但是後來呢 我就算了 都買了基本版 沒有理由再花到500多 又去買個金版 那我原本redeam了那個 Steam的基本版 又不能送給人的 那 所以呢 現在我玩的是基本版 任何DLC都沒有 有少少預購的BONUS 好像有把劍 那把劍 比基本的劍 有少少少的劍 我都不打算用它 那 總之這隻遊戲背後 故事多多 但是我們 如果你作為一個普通的玩家 就想看影片 各樣來說 就可以不用理這些 那麼多的東西 這隻遊戲 我覺得自己本身 其實是一隻好遊戲 玩法和之前 都沒有大分別 也都是未必是一件壞事 那希望大家 會支持一下這個新的系列 都有一段時間沒有拍新的系列 那這個新的系列 會出得幾密呢 未知的 會不會隔天出到呢 日日出就應該難些了 因為 尤其是 當上了軌道之後 都應該會有頗多要出去 自己闖蕩一下 就這樣 攻陷一下獸人的地方 招攬一下人 那些部分 未必全部都要拍出來 或者未必 全部拍出來 會覺得好看 可能都會比較重複 所以 那個方針是怎樣 就 未肯定的 大家有意見的話 看了幾一兩集之後 可能可以 也都可以給一下意見 簡單來說 但怎樣都好 希望有看過上集的 玩家會回來 都繼續喜歡這個系列 沒有看過的話 喜歡的話 可以回去找回 Shadow of Mordor 那個Mordor復仇記的系列 來看著 要不然 可以讓新人有機會追看 這樣 好啦 我們今個禮拜 就先講到這個為止 我是PandaBatant紅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會不會 如果我們來 可以 跟我們一會兒 拍照 我們來 點 點